病原菌是指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 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 这些微生物具有生物学特性 能够侵入宿主体内并繁殖 导致宿主出现疾病症状 常见的病原菌类型包括 细菌 细菌是单细胞微生物 有不同的形状和结构 有些细菌是致病的 例如肺炎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 它们可以引发感染性疾病 病毒、病毒是非细胞性微生物 需要寄生在宿主细胞内进行复制 病毒感染可以导致各种疾病 如流感病毒、HIV、乙肝病毒等 真菌、真菌是多细胞生物 包括酵母菌和霉菌等 某些真菌可以引发真菌感染 如念珠菌感染、白色念珠菌感染等 寄生虫 寄生虫是寄生在宿主体内的生物 包括原生动物和献虫等 寄生虫感染可能导致寄生虫病 如孽疾、血吸虫病等 病原均可以通过空气飞沫 食物、水源、接触传播等途径传播给宿主 引起各种不同类型的感染和疾病 为了预防疾病的发生 人们常常采取多种措施 如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饮食安全等 以减少病原均的传播和感染风险 同时及时治疗感染疾病 如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等 也是处理病原均感染的重要手段